球 这个半局 相对的两只 外野的安打 洛田都在边线附近 一次左外野 一次右外野 竟然轮到今天 已经打了两发全雷打的 洪正敏 也让他的全雷打 目前从六只变成了八只 进入到全雷打排行榜的 领先群当中 刚才头部手呢 还稍微沟通一下 事实上以今天 洪正敏的杀伤力 如果这一个打击 最后的结果是 保送呢 对连天来讲 也不见得 或者说对斯德来讲 也不见得是坏事 因为有时候打者真的 我们打人家当在笑的时候 真的硬要跟他硬碰硬 不过大家期待 当然还是想看硬碰硬 球来咯 打者灰空 形成了一好球一坏球 这个球进了就够违劲了 所以最后 虽然看起来好像好打的 其实最后 没错 他的违劲我们看 他还有点会稍微串了一下的感觉 那个违速好像有加速 其实理论上是不会加速的 今天呢 彭正明一支 中外野一支是 左中外野的拳雷打 两支都是杨春炮 现在是球数一好一坏 会有长打的 这种能力 这个会有拳雷打的这个出现 或者是期待 这个比赛看的感觉就不一样 不管你是领先帮或落后方 的确的如果是站在球迷的角度来看 一次又一次的三阵的确也蛮兴奋的 但是我想这种长打的表现 其实更能够带起现场的球迷的情绪 可以当到最高点 没错 那兄弟上队今天加上彭正明这两支拳雷打 团队的拳雷打是28支 投的都非常小心 大概就是第二个球 看起来是比较跟打者拼的 接下来几乎都投的 这个可以说小心翼翼 其实你从连点第一个球 就可以发现说 其实他对恰恰的这个打击 其实他是很小心的 因为他也很清楚 这时候如果累上没人 或许又是另外一种投球的策略 也不 不无可能 我今天再怎么样 才刚被他猫过两支拳那一打 这时候是一好三坏 接下来几个球呢 明天又再要如何来 跟图壮区做一个搭配 但如果是恰恰 是自己设定的球率 那人家还是可以出棒 减将球挥空 现在形成了两好三坏 在自己摇摇头 自己去追打了一个 偏地的滑球 但这个球说真的 太有引诱性了 对啊 而且要捞真的也不容易 海底捞月 这个球如果就是捞到 我想连人当场会摔手套 会摔手套 好了 来到了两好三坏 满球数两出局 彭正敏代表的是兄弟相对的追评分 之前已经打了双响号 第三次的遭遇到连田 这结果好球 最后是把彭正敏呢 给三阵出局 也结束了在六局的下半 兄弟相对的进攻目前是两分落后 字幕orum非准备